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两国 两军关系 下阶段两军交往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魏凤河就南海 台湾 美方对中方的污名化等问题表达中方原则立场 里巴嫩首都贝鲁特丝毫发生大爆炸 已经造成140亿人死亡 大约5000人受伤 仍有数十人下落不明 爆炸事件让积怨已久的民怨爆发 贝鲁特不少民众示威抗议政府贪死以及疏忽职守 导致残剧发生 要求政府下台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公告 宣布对加拿大部分铝制品恢复加征10%的进口关税 特朗普称此举目的是将更多就业岗位带回美国 而有媒体报道 加拿大将就此对美国实施报复新关税 美国国务院六号宣布 国务卿蓬佩奥将从11号到15号访问中欧和东欧 讨论美国从德国撤军之后 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网络安全等议题 这是美国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蓬佩奥第三次出访 香港运输署6号接获深圳市口岸办公室的通知 从8号上午的6点起 深圳各陆路口岸进一步加强 对深港跨境货车司机的健康管理和服务保障措施 包括司机入境深圳之前 应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申报运输作业任务资讯等 各位早 今天头条我们来关注到中美之间的最新互动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6号应约和美国防长埃斯珀通电话 双方就中美两国两军的关系 以及下阶段的两军交往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魏凤和和埃斯珀通电话 就南海台湾美方对中方的污名化等问题 表达中方原则立场 要求美方立刻停止错误言行 加施量海上的风险管控 避免采取可能使局势升温的危险举动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埃斯珀说 在两国关系紧张时 两军要保持对话磋商 管控危机 防止误判 降低风险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时评论员宋忠平先生为大家点评分析 宋先生早 宋先生早 宋先生我们看到中美最近是紧张关系加剧 但中美防长在此时通了电话 这当中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息 中美两军加强对话 加强这种对话机制的话 是有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这个大局观念必须要把握好 不管怎么说 中美之间确实在政治上 在其他各个领域有分歧 但是谈总比相互之间对峙 甚至出现更进一步的争执要好得多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谈总比打要好 那么从中美之间来看的话 确实有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 而这些矛盾都是美国附加给中国的 你像在台湾问题 在南海问题 包括在中印的边境对峙问题等等 你看都存在比较严峻的问题 但是美国不断拿中国的核心利益来制约中国 这就是美国不断的通过这种反华的策略 来限制中国的发展 你像台湾问题 这个是中国的重大利益关切 但是美国要通过一系列的法案 要支持台独 甚至给台独壮胆 这本身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甚至要派高官访问台湾 这个也是在挑衅中国大陆的底线和红线 严重违背了中国国内的国内法 包括我们的反分裂国家法 这些东西都是美国在一意孤行 践踏三个联合公报 那么中美两军在南海 同样也面临擦枪走火的可能 那么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抵近侦察力度 其主要用意呢 就是想了解中国的军事能力究竟如何 那么魏凤河和埃斯珀 他们之间要进行这种电话交流 而且在年底有可能会面对面的去交流 这种交流呢 恰恰是能够把各自的立场摆到桌面上 来强调各自的底线是什么红线是什么 只有把话说到位 才能够让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 也才会让两军之间避免在海上 在空中发生擦枪走火 一旦中美之间发生了冲突 那么对于地区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灾难 所以美国和中国也需要在相关问题上管控危机 这个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都会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 谢谢 好 谢谢宋先生的点评分析 我们再来看到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斯号发生的大爆炸 已经造成了145人死亡 大约5000人受伤 仍有数十人下落不明 国际社会持续伸出援手的同时 黎巴嫩当局就在继续调查事件 至今扣留了16名涉事港口的人员 当局又冻结了包括港口负责人 海关关长在内7名官员的银行户口 并对他们下达了旅行禁令 贝鲁特大爆炸中的遇难者陆续举兵 其中一名葬身的治安部队成员在家乡下葬 他的家人情绪激动 送葬时痛骂黎巴嫩当局官员 这场爆炸震撼整座城市 港口区爆炸现场的救援行动仍在持续 临近港口的居民区满目参疑一片狼藉 民众逐渐贫富情绪后自发组织清理 事件令积累已久的民怨爆发 贝鲁特不少市民上街示威 抗议政府贪腐及疏忽职守 导致惨剧发生要求政府下台 尼巴嫩司法部长纳杰姆在街头 更被愤怒的民众围困 向他投掷水瓶削陷怒气 当局继续追查港口仓库 为何多年来处放大量危险化学品 销酸案传召多人问话 当中包括港口和海关官员 以及负有责任的个人 至今有十多人被扣留 继尼巴嫩内阁早前同意 软禁涉及监管港口仓库的官员 中央银行也下令冻结港口负责人 海关负责人以及另外五个 设施人员的户口 包括现任或前任港口及海关官员 尼巴嫩国家检察官 并对这七个人下达旅行禁令 目前除了贝鲁特港口周边 及周边道路依然被封 城市交通基本恢复正常 国际援助持续推进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 将当地一个体育馆改建成临时医院 专门收治自行求医的青伤人士 也可以随时接受 在现场救出的生还者 贝鲁特有大约30万人无家可归 由于港口的粮仓也被炸毁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 尼巴嫩可能有多达100万人陷入困境 他们正在扩大援助行动 已有80万人获得金钱援助 其中有25万人正在获得粮食援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欧洲联盟计划拨款3000多万欧元 紧急向黎巴嫩提供援助 处理港口大爆炸的善后事宜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6号就飞抵了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向遭遇大爆炸事件的 黎巴嫩人民表达支持和慰问 期间马克龙 还同多名黎巴嫩的政要 举行了会谈 并敦促黎巴嫩政府 必须要进行紧急改革 法国总统马克龙 是贝鲁特港口发生爆炸事件后 第一位前来慰问的外国领导人 随同专机一同抵达的 还有法方两架 载有安全专家和救灾物资的飞机 马克龙首先来到发生爆炸的地区 进行了视察 并向参与救助行动的法国团队 了解了相关情况 期间还有当地民众向马克龙提出 要求法国帮助黎巴嫩进行改革 推翻现任政府的诉求 在同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 举行会见之后 马克龙发表讲话 表达了对于黎巴嫩人民的慰问和支持 另外马克龙还强调 黎巴嫩正面临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危机 因此他敦促黎巴嫩政府 必须要进行紧急改革 奉行卫视尽量法国巴黎报道 学习一下回来有环球即将 稍后见 欢迎回来 美国公务卿蓬佩奥下周将会访问中欧和东欧 讨论美国从德国撤军之后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以及网络安全的议题 美国国务院6号宣布 蓬佩奥将从11号到15号访问捷克 斯洛文尼亚 奥地利和波兰 这是美国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蓬佩奥第三次出访 就在上周美国五角大楼宣布 将会从德国撤军11900人 其中部分美军将会被派驻波兰 美国国务院指出 在访问捷克时 蓬佩奥将会与捷克外长出席纪念二战的活动 并且与捷克总理巴比斯会晤 讨论核能合作 以及抗衡中俄影响力的三海倡议 在访问斯洛文尼亚时 蓬佩奥将受到斯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 以及总理杨沙的接见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双方将会讨论共同关切的领域 包括了核能 西巴尔干一体化等等 另外 蓬佩奥将会与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 发表5G网络安全讲话 并且见证两国切熟5G联合声明 5G安全也将是蓬佩奥此次访问波兰的重点议题之一 在华沙访问时 蓬佩奥还将会与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 和外长恰普托维奇会晤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来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已经突破了1900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71万 美国累计确诊人数突破500万 死亡人数增至超过16万 巴西累计病例突破了290万例 超过98000人死亡 俄罗斯在新增5000多人确诊 累计病例已经超过87万例 西班牙疫情持续反弹 确诊病例突破30万例 印度在新增超过6万人确诊 累计病例突破200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41000 南非疫情持续恶化 累计感染人数已经超过53万 而伊朗在新增2000多人确诊 累计病例超过32万 美国俄亥俄州州长德瓦恩 6号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到访之前 确诊了新冠肺炎 成为美国第二个确诊的州长 特朗普当天访问俄亥俄州的时候 祝德瓦恩早日康复 并表示对自己在俄亥俄州的选情 感到乐观 特朗普6号到访俄亥俄州 在他抵达前 在机场迎接他的一行人 接受了新冠病毒测试 俄亥俄州州长德瓦恩的测试 结果呈阳性 德瓦恩目前没有任何症状 现计划在接下来的14天 在家里隔离 副州长赫斯特德 代替他在机场迎接特朗普 俄亥俄是美国大选中的关键州 特朗普向在机场迎接他的支持者表示 根据他的资深竞选顾问帕杜奇克评估 他在俄亥俄州的选情 比上一届选举时更好 Biden's policies put China first and America last 根据真清晰政治网站总结的多项民调平均值显示 拜登目前在俄亥俄州领先特朗普2.3个百分点 特朗普当天参观了惠尔普在俄亥俄州的工厂 并签署了一项有关确保基本药物等物资在美国生产 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加强国家安全的行政令 要求联邦政府从美国制造商那里购买某些药物和设备 凤红卫视王佑佑 白帆 华盛顿报道 好 我们来看到网页上的消息 来关注到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在今年3月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发出的全球旅行禁令 当时这个禁令是建议美国民众取消所有的非必要外游 而现在是改为可以前往20个国家和地区 当中包括前往台湾地区 格林兰和老挝等 是无需采取预防措施 而像是前往泰国 斐济和新西兰等 都是属于低风险的地区 但是部分人士在出发之前 比如长者在出发之前还是需要咨询医生的意见 好 来看其他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6号表示 希望美国重新考虑退出世卫的决定 原因是世界大国之间需要合作与团结 来解决新冠疫情大流行 我们需要全国一兴 全国一兴 全国一兴 需要用 physiology 卖大流行 'dan中 logic 其它的罪队 缆 take 这种各种需要来表 如此 这些文字 组织以上 是 hoe 同 这种 所以这对 WHO 更重要 禁止是不是金融 我们希望美国会重复它的位置 世卫的卫生紧急项目执行总监瑞安则敦促 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政府机构和社区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包括社区和个人必须要严格遵守社交距离 戴口罩和到避免到拥挤的地方 假如一旦要隔离则需要对被隔离者提供支援 而地方当局需要加大快速检测 查找病例联系和追踪个案 为此需要大量增加公共卫生人员 他强调这需要所有人参与 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 不过近期多国的疫苗研发都传来了好消息 以色列六号宣布最快将从今年的十月开始进行疫苗的临床试验 而截至目前为止有至少六款新冠疫苗 已经展开了最后阶段的大规模临床测试 以色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甘茨 当天视察国防部下属的以色列生物研究所 听取有关疫苗研发的最新进展汇报 甘茨表示以色列生物研究所在六月完成了为期三个月的动物实验 初步实验非常成功 机构计划将于十月开始 按照医疗安全要求进行临床试验 进一步检验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同时正寻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初步监管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团队 早前进行的低剂量疫苗测试 现已将范围扩大到数百人 包括75岁以上的长者 这种疫苗使用以病毒为基础的遗传密码合成链 注射后就会指引人体自身细胞 复制成冠状病毒的刺针蛋白 从而激发人体的免疫反应 抵抗病毒侵袭 迄今为止 接种者并未出现任何副作用 进展顺利 团体计划十月起再为数千人接种疫苗 并与其他地方同时测试疫苗 进一步证实疫苗的效果 由莫德纳生物科技公司联合美国国家卫生署 研制的新冠疫苗 也宣布正式进入第三阶段的临床测试 参与人数多达三万人 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新冠疫苗实验计划 全国目前有200多种新冠疫苗正在研制当中 中国、英国和美国的疫苗研制处于前列 至今已经有6款疫苗进入最后阶段的临床测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新冠疫情最近在欧洲又卷土重来 那因此各国都收紧了防疫措施 而德国在接下来几天将会出台 对返回德国的旅客进行相关检测的政策 目前也正是欧洲的夏季休假期 因此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 也有频繁的人流往来 德国不少最新的确诊案例 都来自去别国度假的游客 因此如何控制输入型病例 是目前德国防疫重点之一 德国卫生部长石潘表示 要对回到德国的游客 在入境时进行核酸检测 我现在在首都柏林的舍纳菲尔德机场 那可以看到呢 确实在疫情期间人也是比较少的 那机场的负责人也告诉我们说 机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腾出一整个航站楼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检测需求 如果返回的德国居民来自高风险的地区 那么从本周六起必须进行强制检测 如果来自其他地区则自愿进行检测 德国大部分的联邦州负责人 也对这一举措表示赞成 但德国民众对于谁应当承担检测费用 则有不小的分析 如果你想要有広的监控 你必须要遮措施责 因为别人会在试试 英国政府上星期在穆斯林重要的节日前 新的宣布封城防疫措施 遭到社会多方的不满 最大在野党工党批评约翰逊政府 做事欠考虑 另外有保守党议员因为批评 涉嫌种族歧视 拒绝道歉而引发了争议 由于英国政府在上周 穆斯林传统节日古尔邦节前夕 紧急宣布对英格兰三大 新冠肺炎高风险地区 实行区域性封锁 极有一份子也因此开始 在社交平台上散布新冠阴谋论 称英国的新冠疫情之所以 得不到有效控制 应归咎于在英的穆斯林群体 对此曼彻斯特工党议员认为 约翰逊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欠缺考虑 宣布封锁措施的实际不对 把公众的焦点都聚集在了 穆斯林群体上 从而激起了社会各界 对在意穆斯林民众的误解和仇视 虽然首相约翰逊 以及卫生大臣汉考克 在事后多次强调 并非有意针对某个群体 而是特事特办 但另有保守党议员惠特克 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暗示 在因少数族已 没能遵守政府颁布的 新冠防疫指南 事后也拒绝对 涉嫌种族歧视的言论进行道歉 引起了社会多方的不满 对于惠特克的表态 首相府没有做出明确回应 但是有民间组织提出身为议员 不应该损有种族歧视的态度 要求其主动辞职 富皇卫视 徐良章顿 伦敦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有来自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稍后见 各位早 欢迎搭乘2020年8月7号 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全全 来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中国公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六号应约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通电话 传访就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下阶段两军交往等问题交换意见 魏凤和就南海 台湾 美方对中方污里化等问题 表达中方的原则立场 礼拜登首都贝鲁特 丝毫发生大爆炸 已经造成145人死亡 大约5000人受伤 能有数十人下落不明 爆炸事件让鸡院已久的民院爆发 被鲁特不少民众示威抗议 政府贪腐以及疏忽职守 导致惨剧发生 要求政府下台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公告 宣布对加拿大部分铝制品 恢复加征10%的进口关税 特朗普称此举目的是将更多的 就业岗位带回美国 而有媒体报道 加拿大将就此对美国实施 报复性关税 美国国务院六号宣布 国务卿蓬佩奥将从11号到15号 访问中欧和东欧 讨论美国从德国撤军之后 在欧洲的军事部署 以及网络安全等议题 这是美国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蓬佩奥第三次出访 香港运输署六号接获 深圳市口岸办公室的通知 从8号上午6点起 深圳各陆路口岸进一步加强 对深港跨境货车 司机的健康和管理和服务保障措施 包括司机入境深圳前应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 申报运输作业任务资讯等措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致电杜达 祝贺他连任波兰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关心和推动下 中国和波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 两国人民守望相助 展现了友好情谊 习近平表示 他珍视中波传统友谊 高度重视两国关系发展 愿同杜达总统一道努力 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遇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将会在近日访台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宾6号再次回应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 并敦诉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中国国家卫健委的发言人当天回应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宾6号再次阐明中方严正立场 敦诉美方停止一切形势的美台官方往来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 我们敦诉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一切形势的美台官方往来 任何无视否定或者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企图都将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美方的错误行进 中方将会采取坚决有力的反制措施 此外中国国家卫健委发言人表示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美国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 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的错误决定 中美应共同致力于开展建设性卫生健康合作 维护两国及全球民众健康福祉与卫生安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凤凰卫视风云对话 早前采访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俭的时候 谈到了台湾问题 瑞孝俭认为台湾旅行法有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内容 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俭在采访中 对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旅行法进行了比较 他认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法律效力 应在台湾旅行法之上 do you see it as a violation of the three join the communique the language of the Taiwan Travel Act is inconsistent with our commitment to a one China polic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hree communiques from the legal point of view the Taiwan Travel Act and the three join the communique which one is more official the three communiques but the three communiques don't forget are statements by each administration they don't carry on to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the pattern is that each time a new administration takes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 president reaffirms that he will be guided by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nd that's what president Trump has done so he has committed his administration to abiding by the three communiques but some of his actions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at well then is it a signal that somehow he's gonna stop doing so in his next term my own sense is that the president is conscious of the dangers of moving outside of the framework of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 second positive 鳳凰威师傅小田 微信报道 针对中国驻美记者签证延期申请的相关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记者签证延期申请至今没有获得美方的明确回复 美方应该立刻纠正错误 停止对中国媒体和记者的政治打压 美方一方面标榜新闻自由 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媒体在美正常的采访 进行干扰横加阻挠 这暴露出美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 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霸权行径 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对中国媒体和记者的政治打压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错上加错 中方必将被迫做出必要和正当的反应 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6号发表声明 指出美方所谓的新闻自由是双重标准 灯促香港外国记者会分清因果 明辨是非 发言人指出美方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政治打压 对中国媒体在美正常采访进行干扰 横加阻挠 暴露出美方所谓的新闻自由的虚伪性 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霸权欺凌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错上加错 中方必将被迫做出必要和正当的反击 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由此造成的局面 起因和责任都在美方 希望香港外国记者会分清因果 明辨是非 声明重申 香港国安法明确规定 依法保护香港居民的言论 新闻和出版自由 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 干涉中国内政 干预香港事务 我们来看中国的新冠肺炎病例的数字 内地5号新增确诊病例37例 其中本土病例30例 分别是新疆27例 辽宁3例 其余7例是境外输入 当中包括上海5例 山东1例 陕西1例 当天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 其中7例是境外输入 现存确诊病例当中新疆最多 其次是辽宁 上海和广东等地 港澳台方面 香港新增95例确诊 其中91例在本地感染 而台湾增加1例输入病例 一名男子长期在南非工作 7月底返台 好我们来看报纸上的消息 来关注到 在香港呢 香港第三波新冠疫情来势汹汹 各方都建议香港要扩大测试的范围 检测范围 而香港中文大学一个研究团队 最新是采集了50名新冠肺炎患者的563个样本 结果发现呢 三种这个检测样本当中 包括这个深喉唾液 以及台叶和鼻咽喉柿子样本当中呢 深喉唾液样本 它的病毒含量是最低的 也就是检测当中 有可能如果检测深喉唾液样本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假阴性的情况 假阴性的比率 团队推测有可能会达到三成一 但是香港现在最常见 最大量采取的检测方法 就是深喉唾液样本的检测 就是给每个市民发一个小评 大家回去呢朝里面吐出自己的深喉唾液 吐口水 然后再把这个小评呢 交给这个检测中心来检测 那有卫生专家就表示呢 这个方法呢 它可以不用动用大量的人手 而且呢由市民自行采样的话 也会减低医学医疗人员的 这个感染的风险 所以在香港采取是比较合适的 而团 这个 原发团队呢 就是建议香港政府 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的时候 最好要参考到相关的情况 那如果有可能的话呢 最好改用其他的检测方式 而卫生署早前回应说 身后拖延样本的采集比较简单 而且准确率高 暂时都会继续用这个方式 好我们来看其他消息 香港运输署 6号晚接获深圳市口岸办公室的通知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 从8号上午的6时开始呢 深圳各路路口岸 进一步加强对深港跨境货车司机的健康管理和服务保障 香港运输处表示 接获深圳市口岸办公室通知 由8月8号上午6点起 深圳各路路口岸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货车司机健康管理和服务保障措施 包括跨境货车司机入境深圳前 应在月审市微信小程式中准确及详细申报运输作业任务相关资讯 为装配全球定位系统和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的入境货车 需依从相关部门安排及指示前往指定场地免费装配 跨境货车司机需持有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在申报运输任务资讯后入境 并按照所申报的行驶路线从口岸到目的地进行点对点运输 完成装卸任务后立即返回 司机入境后全程必须佩戴口罩 如非必要不得下车及与其他人直接接触 若非在特殊情况下不得在深圳市留宿过夜 跨境货车司机的运输作业范围仅限大湾区9个城市内 非特殊必要应在入境当天完成运输作业任务返回 不得前往内地其他城市 对于长居地为深圳的跨境货车司机 深圳市政府会设立指定住宿设施 并补贴部分时速费用 以及设置配套收费停车场 并提供专车接活服务 实施封闭管理 对于长居地为香港的跨境货车司机 如因特殊情况入境深圳后无法及时返回 经何时后可自费入住深圳市政府指定的住宿设施 不得自行安排再生过夜 跨境司机如没有按照申报路线行驶 无必要理由下与其他人直接接触 进入公共场所及自行安排留宿过夜等 将被深圳市政府实施暂停或移除豁免入境隔离备案名单的处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请祝台北记者彭诗婷来告诉大家 诗婷嫂 全村早 大家早安 首先我们来关注早报的消息 新冠肺炎疫情近期台湾境外移入的病例有上扬的趋势 六度都宣布会配合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要求民众进入所属的机关 以及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 包括像是公车捷运呢 都会全程强制戴口罩 如果没有佩戴口罩的人就不能够搭车 而部分地方政府是给予一到两星期宣传期 最快在13号就会开罚 基隆市政府则是只有要求 进出所属机关地的民众要量额温 不用强制戴口罩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联合报的消息 台湾教育部5号一度宣布 开放所有境外学生赴台完成学业 但没有想到政策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大转弯 独独排除陆生 各界就关注到底是谁呢 喊咖了这项政策 设施的教育部还有陆委会 事后都是没有办法把取消的政策 缘由说得很清楚 就出现了部会互踢皮球的情况 喊咖的政策呢 也不是疫情指挥中心就能够排版 而是由更高一层级的决策部门 有特殊的考量 才会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开放陆生 赴台湾完成学业 最后来关注的是今天台北站的采访重点 教育部开放陆生 赴台的政策急转弯 许多陆生才刚买好机票 教育部呢又法夹弯政策调整 境外生权益小组 今天他们上午呢 会到教育部抗议 批评台湾的教育部排除陆生的开放政策 是政治凌驾了学生的权利 另外来看到 除了陆生没有办法赴台 有大陆配偶生的子女 因为没有台湾身份 今年年初 他们到大陆探亲之后 就滞留大陆 无法回台 他们的父母多次陈情 至今都没有明确的结果 今天他们会再到监察院陈情 希望半年都没有见到的孩子 能够早日回家团圆 后续消息台北站会带大家来掌握 在现场交换给全全 好的 谢谢师庭 我们再来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公报 宣布对加拿大的部分铝制品 恢复加征10%的进口关税 根据媒体报道 加拿大将会就此对美国实施 报复性关税 特朗普当天在俄亥俄州 参访王惠尔普工厂后的讲话中宣布 美国将对加拿大铝制品重新加征10%的关税 特朗普冲此举的目的是将更多就业岗位带回美国 特朗普于2018年6月以国家安全为由 向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钢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 去年10月美国同意取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关税 以促成国会批准美墨加协定 协定已于今年7月1号正式生效 据路透社援引加拿大政府消息人士报道 一旦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铝制品加征关税 加拿大将对美国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 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数据库的数据 2019年加拿大对美国的旅出口约为83.3亿美元 特朗普在讲话中还透露 自己将于下周签署一项有关公平贸易的行政令 凤凰卫视王又又 白方 华盛顿报道 美股周四收高 连续第五天上涨 纳子是今年第32次创收盘新高 并且首次突破了11000点关口 市场关注美国的财政刺激方案 谈判进展和经济数据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27386点 涨185点 涨幅0.6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1108点 涨109点 涨幅1% 标普500指数收报3349点 涨21点 涨幅0.64% 详情请看众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今天哈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周四要估值在全天大体走扬 但是仍然是维持盘中震荡格局 并且在盘中快速 涨幅反复 那么今天投资人高度关注的 仍然是美国最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方案的进展 另外有消息称美国政府会进一步的援助航空业 那么也就造成今天航空类的个股是普遍的攀升 得到提振 另外在本周大量的企业财报 以及重要的经济数据 都是市场权衡的焦点 那么在道指方面 今天包括苹果公司 麦当劳以及迪士尼是全天领涨道指 涨势相当明显 另外盘中那些金融类个股 及生物医药类的个股 今天则是整体的表现不佳 但是跌势并不深 那么同时呢今天波音是领跌道指 一些大型的工业类个股 今天也都是表现欠佳 另外能源类企业也是在五盘过后 跌势进一步的加深 那么同时呢今天在标普外指数方面 电信板块是全天强势领涨大盘 而传统的币线板块 公用事业板块是涨势居前 另外房地产板块 是在五盘过后出现转涨的趋势 那么今天一宝板块从早盘开始领跌 但是跌势控制在1%左右 金融板块能源板块 聚员材料板块都表现欠佳 而油气候价格今天是小幅的收低 黄金气候价格则是继续攀升 美元指数全天维持小幅下行 以上就是星期四 美国股市情况 方卫视陈青伟 纽约报道 在美国国会仍为新一轮的经济资助计划 争吵不休之际 一项经济研究机构对第一轮资助计划的执行和效果的分析调查显示 在执行当中错误百出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美国经济全面停摆后 政府迅速批准了价值6700亿美元的中小企业收入保护计划 PPP 并通过美国小企业协会 向全美在员工500人以下的工商机构进行发放 但是伦敦信用时报报道 有研究机构根据美国政府近期公布的获得贷款的公司 与保护员工职位的状况资料进行分析 现实资料错误百出 而且完全无法统计获得贷款的公司用了多少资金 保护了多少员工的工作 根据资料显示 在4月到6月底 小企业协会总共发放490万个贷款支票 预估计应该有5100万个职位受到保护 但根据标普国际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 由于很多收到贷款支票的公司仅有一名或者是少数员工 所以估计实际受保护职位只有1400万个 而全国经济研究局的预估是 第一轮PPT计划对美国劳工市场失业负担减轻作用非常有限 另外还有分析指出 由于承担贷款银行并没有对申请贷款的公司要求出具任何证据 以资料只是快速最大范围发放贷款支票 所以获得贷款公司是否符合条件存在很多问题 同时因贷款获得保护的职位的数据也有很大的出入 例如资料显示一家金融理财公司只有一名员工则获得1000万美元贷款 另外很多被包括在获得巨额贷款的名单上的公司 根本就没有参与政府的资助计划 目前执法机构与小企业协会开始对贷款欺诈行为进行追究 预期至少有5000个贷款格案存有欺诈嫌疑 凤凰卫视旁者蒋广复有页报道 好我们来看报纸上的消息 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又有新的行动了 深圳当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支航等 联合深圳支航等是最近发布了一个新的行动计划 提出了50条的行动措施以及85项细分任务 那最关键的是给深圳两个新的地位 第一个就是定位深圳市要打造成全球的金融科技中心 第二个定位就是打造深圳成为全球的可持续金融中心 金融科技中心这个行动计划当中表示了 主要是因为深圳的基础特别好 无论是在技术创新还是场景应用落地方面 都走在全球的前列 在有些机构的评级榜单当中甚至是超过香港 而至于打造全球的可持续金融中心 核心就是绿色金融 那这关键是深圳当局正准备探索内地首部的绿色金融立法 好休息一下 后来有专线大关稍后见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到网页上的消息 那谈到美国的枪支管控呢 一定会提到一个强大的协会叫全美步枪协会 这个协会被外界视为是保守派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拥枪的游说团体 那最近纽约州是向这个团体提出了起诉 要求解散全美步枪协会 原因是协会的高层涉嫌不当挪用款项 那纽约州的检查总长表示 协会的高层在三年的时间之内挪用了6400万美元的款项 用作自己的私人用途包括支付自己家人去巴哈马的旅行 那现在呢要向四名前任和现任的这个全美步枪协会高层提出起诉 预计官司会持续好几年 那全美步枪协会的回应是说呢 起诉并没有根据 又说这次起诉完全是和选举相关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美国方面 路人员一直不错 受到不少美国民众喜爱的美国前第一夫人 米歇尔奥巴马表示呢 自己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 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呢是因为隔离 这个疫情期间的一些隔离措施 那第二点呢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持续不停的 这个种族之间的纷争 以及呢每天看到特朗普政府的伪善行为 让他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 他表示呢自己现在情绪很飘忽 起起伏伏更会不时在半夜惊醒 而看到不少非裔美国人被不当的逮捕和杀害 更是加重了他这样的情绪 现在他在努力调整生活作息 希望可以改善现在的情况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感谢您搭乘凤凰早班车 周末马上就要到了 祝您有个好心情 再会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感谢您搭乘凤凰早班车 周末马上就要到了 祝您有个好心情 再会